一个人也能吃麻辣鸳鸯锅 这家店即使是白汤的汤头都相当费工 用猪骨 鸡骨 凤爪 还有大量的蔬菜跟水梨来熬煮 喝起来清甜 麻辣汤头则是用水梨大骨汤作为基底 再搭配四川手法炒出的麻辣底 有二十多种的中药材 入喉可以倒花椒的麻香味 作为很贴心 设计了个人做的吧台 就算一个人来吃也不会尴尬 牛小排在麻辣锅里算个几下 调那粉嫩色泽 一口吃下满嘴香 冷冷的天 克格麻辣锅最暖和 但要好吃可不单单只有辣 来自四川的麻辣锅 中药汤底用香叶 草豆蔻吃死花等二十多种腰材 传统制法下去炒成麻辣底料 辣油辣得有层次 药材在锅底越煮越香 香辣麻却温顺暖味 香气十足是可以喝的麻辣汤头 它麻它会辣 但是它不油腻 它汤是可以喝的 喝了之后像之前 以前外面的汤头 是你喝了之后 隔天的汤头一定不舒服 但是汤头是可以 让你喝了之后会暖味 那它是不是那种麻 然后会想觉得味道很香 就是它的汤底跟它 就是那种口感 会想觉得很好很舒服这样 吃进去之后 其实有点就是 舌头就麻麻了 然后有它那个还蛮香的这样 麻辣底料光是翻炒 就徐浩时三到四小时 再加入一些独门配方 口味兼具香与麻 喝起来不会有死辣的感觉 中式的香料先抓好之后 我们要先用高度的白酒 配上高粱酒和热水 去掉它的药性跟香气 所以我们要先泡过它一段时间 泡完之后呢 我们才开始下油 然后爆香一些香腥料 我跟大陆是做法是一样 我的渣渣不烙 我的锅里面煮的时候 它的味道香气会持续保留住 所以它的味道从前面 是跟最后是味道会一致 加入大料蔬菜和鸡骨猪骨 还有水里熬成的水里骨汤 喝起来放香清甜 老板很贴心 考虑到有些人不吃牛 麻辣和白汤都不用牛骨熬煮 是有鸡骨猪骨 然后呢我们还加了凤爪 凤爪 就是因为我们不像牛骨的胶子 这么重 所以我用了一些 替代性的那个动物胶子 最重要的是我们加了水里进去 那水里部分的话 因为我不加味精的关系 所以我是借用水果的果酸 去替代就是其他部分的甜味 鸳鸯麻辣锅 汤头十分讲究 更特别的是锅子壁 平常小巧是一个人 也能来吃的麻辣锅 早期麻辣锅都是要户口饮拌 然后要一起去吃 比较划算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还有锅底费 其实说吃麻辣锅可以吃得好 但是可以就是吃得更精气一点 除了麻辣锅 还有道地的重庆水煮鱼 一整只下锅相当豪迈 加入花椒油辣得更过瘾 鱼肉沾上特调的油醋酱 辣味变温和 香气也变浓郁了 麻辣锅有蛮多的 可是为什么都没有看到 人家做这个水煮鱼 我选择台湾这个 比较代表性的 乌鱼 因为它肉质是更细致的 所以它并不适合酒煮 因为麻辣汤煮成八分钟 慢慢你烙起来 然后你就可以沾点鱼肉吃 然后最后你再下其他东西 就是把那个鱼的味道煮进去 然后肉还保持那个嫩度的时候 刚刚好就把它拿起来吃 秋天不能少的球鞋料理 这里也有一整只沙木 现宰现煮 满满的蟹黄 调动舌尖食欲 煮成麻辣蟹或是白汤 两种吃法 全部做麻辣的 像麻辣蟹吃法也可以 或者说你说鸳鸯锅 它一半煮辣 一半煮不辣 那煮不辣的那个水鱼汤的部分 煮完这些蛤蜊跟这些 它咸度会非常高 那你在最后再加那个白饭下去煮 所以那个蟹之后会非常的可口 独特汤头与新鲜食材 连沾酱也不马虎 有花椒胡麻 特调油醋 柠檬酱油 三种独门特调 老板如此讲究 可是累积了二十年的餐饮经验 前十年是属于 就是一个大的上市上规的 一个餐饮部门的副主管 然后之后呢 我就做了一个日本料理的研所 帮老板开店 我有很多开店的经验 所以就是慢慢累积之后 我觉得年纪也差不多了 刚好有这个机会 我就出来开店了 看准个人经济 把麻辣锅分量小巧 精致化 想吃就吃 不用酒团 空间也设计了一个人做的吧台 让喜欢吃辣的掏客 花小钱就能品尝到麻辣锅饷夜 继续黄远崇 台北报导